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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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n 好久沒有在樓下中庭這邊跟大家聊聊了 那今天應該有蠻多的一些人 可能從標題然後好奇想進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事情 頻道是在2017年10月1號創立的 那2017年是李宗盛 剛開始在草創拍一些都市傳說驗證 然後後來才轉型開始拍攝探險 那我的頻道的第一支影片 是在2018年的8月27日發布的 那那支影片呢 後來也已經被我把它設為私人 因為算是比較早期拍攝的 那當時是用手機 然後主題內容 是以那個時候跟李宗盛 一起去做一些都市傳說驗證的時候 做了一樣的內容 那我後來發現其實那樣的東西 我自己看了自己也覺得蠻尷尬的 我就把它收藏起來就自己留著 自己知道說 曾經第一支影片拍的是什麼就好 開始正式發布的第一支影片之後 就是比較認真的經營之後 在2019年的5月18日 那個時候剛好達成了10萬訂閱 所以在過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候 就拿了第一個獎牌 真的是很開心 就因為拍攝YT 然後讓很多人可以看到我 然後很多人認識我這個人 然後也漸漸的開始慢慢的比較有信心 那就去拍攝了很多不一樣的主題 那其實從創頻道之後呢 我的頻道內容取向一直都是 以生活類的雜拍為主 就是說舉凡說你想得到的一些 跟生活有關的內容 甚至是無關的 那我都會去做一些拍攝 比較老的觀眾會有印象的 應該是女靈姐姐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有蠻多人也是透過這個系列的影片 來認識我 然後甚至是當時的一些情侶系列 也有人因為這樣子去認識到我 對都是很感謝蠻多一些觀眾 從那個時期 然後一直追我到這個時期 從我小看到大 從我屁孩 然後慢慢的變成熟這樣子 其實我自己一路下來 我在這個設備器材方面呢 不能說投資到很多 讓大家看到的畫質 應該有感覺越來越好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會開始 正式的轉做YT正值 是因為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李恩他就跟我講說 欸我這樣子 兩邊同時一起做 也一段時間了 那他看我也蠻努力的 一直在不停的發片 雖然一樣還在做美髮 可是我就是 保持著兩天會發一部影片 雖然說很累 但是我還是堅持 必須一定要兩天發一部 那個時候我會結合一些 粉絲改造系列 對就是有一些頭髮被弄很糟 然後他們會來找我弄頭髮 那我會去把它紀錄下來 後來開始正值之後 我就非常專心投入了在這個影片拍攝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 我幾乎可以說是日更 想像一下如果假如你今天是一個 YT正值的創作者 一個月有30天 你必須要幾乎每天都有影片 你們去想一下 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發片量會不會很大 那你們覺得會不會花很多時間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我幾乎是每天晚上睡覺 隔天早上起來 我大概中午起床 吃完飯之後我就開始剪片 那如果沒有影片的話呢 我就可能會先拍 拍完之後那當天發 那晚上如果黎人有要探險的話呢 我就跟去探險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就看我這邊有沒有要拍什麼 沒有的話就是 一樣這樣子的一個循環 日更的情況下呢 幾乎我每天都有工作必須要做 沒有辦法去說 特別停下來休息或什麼的 那這也是因為我家庭的 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不間斷的收入 然後也不能停下腳步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工作模式 前前後後這樣子拍到今年啊 第四年了 後來我開始發現 慢慢的開始覺得說 能拍的也差不多拍完了 能做的也差不多做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已經沒有什麼東西 能夠去帶給大家了 我開始覺得我是不是沒有東西 沒有內容 我已經沒有料了 沒有辦法去帶給大家什麼東西了 我開始有這種想法 可能有些酸民會趁機 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說 反正就是拍那麼多廢片 那就不要拍啊 我一直以來想法是覺得說 儘管我拍的影片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是非常的無趣 非常的簡單好拍 不管是空拍畫面 或者是我們一般的這樣子的 整天全天性的這樣子紀錄 其實並不是那麼輕鬆啦 講實在 出去有拍過影片的人 帶著相機出去 你就知道 如果你那一趟有帶著攝影機 你其實沒有辦法好好放鬆 因為腦袋裡面想的是 我要怎麼把好的畫面帶給大家 我要怎麼讓大家感覺好像跟著我在這一趟旅行裡面 這是我要去思考到的 其實我的生活頻道跟大家有非常多的接觸 我也因為這樣子去跟大家認識 這四年下來也因為這樣認識很多的觀眾朋友 從觀眾變朋友 然後甚至有些是到現實的朋友 對那還蠻感謝YT這個平台 然後讓我去認識大家 也讓大家去認識到我 也非常感謝大家一路這樣子去支持我 然後去鼓勵照顧 像我這樣子的一個平凡人 講實在的也是社會底層的人 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讓大家可以去看到我 我自己是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多有才華 或多有內涵的一個人 大家應該如果有追蹤我IG應該會知道說 我都會在我的IG分享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動態 包括說推薦大家可以去吃什麼平價美食 可以購買什麼樣的平價好物 然後甚至是我自己也會賣一些小東西 賣這些小東西對我來講是一種興趣 最近我在想說後來放棄掉完全放棄掉美髮 有很多的一些觀眾 他們有想要給我弄頭髮的人 都會問說我還有沒有在做頭髮 他們以為那間美髮店是我開的 那是教頭他的店 我把美髮完全放掉之後 專注在拍攝影片 對於一開始的我覺得非常的新鮮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動 但是後來我發現說 我學習那麼久的一個技術 然後我去把它放掉 我希望說可以再重新的去透過這個美髮的技術 那可以去認識到更多人 然後跟所有的人有更多的一個接觸 畢竟我的生活影片其實跟大家的距離是最近的 比起探險影片的話 那所以說我在這邊是想要跟大家說 如果說未來大家改造頭髮弄頭髮的話 都歡迎可以到可以追蹤我的IG 然後跟我聯繫 我會回去再繼續做我的美髮 但是我不會放棄拍攝影片這個部分 想要再回到我最初一開始 兩邊同時進行 這也是我自己會想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把來照弄頭髮這件事情 當成像交朋友這樣 總之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段期間這四年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對我的鼓勵 然後未來我還是會繼續去分享我的一些生活影片 但是我會把我的重心去平均分散在這兩個地方 也就是拍攝影片跟我的美髮會同時再去進行 我也會繼續努力然後帶給你們 放滿的生活 快步調的節奏裡面 那得到一點點的療癒也好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